尽在生命电视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生命就是众生 那我们要做一个 所谓精神勇士 是因为你不会退转 不会起称恨心 那你起苦 但是你要积极的抢救生命 好 一起念 放生功德 放生就是救命 放生就是还债 放生就是救急 放生就是慈悲 放生就是觉悟 放生就是实践 放生就是积极 放生就是方便 放生就是改命 放生就是解冤 放生就是消灾 放生就是治病 放生就是救轻 放生就是严寿 放生就是福尚 放生能助生息 特别最后一条佛头说 昨天我也有讲 年化生大事更强调 一个人死亡了 造了很不好的恶业 直接下地狱 那你只要帮他放生 七支物命 不分大或小 就像造佛塔 造佛塔哪怕造得像 你一样大的佛塔 那就是造佛塔的功德 所以呢 放生没有分物命大小 当然你放的物命越大 那那个力量当然越大了 但是悲心是一样的 所以为一个死亡者 造恶业的 能够放生七支物命 他就马上脱离地狱 这就是车逆国王的故事 车逆国王好杀身吃肉 堕落了 然后阿难问佛陀 佛陀说 你赶快告诉他家人 替他放生 所以车逆国王当下升天 那我们连升天的福报都有了 何况往生净土呢 所以让他脱离上个道 引导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叫放生能住生西方 第一个放生就是救命 救他的命 更救众生的命 对不对 今天有一个人要把一只狗杀掉 你用钱给他买回来 也救了那个人的命 那个人就不用下三二道了 那你救一只猪 那更救更多的命 你想想看一只猪 多少人吃 至少十个人吃这一只猪 这十个人将来都要做猪被杀 那你救了一只猪 那除了救这一只猪 更救了这十个人的命 那这十个人又牵涉多少家庭啊 然后整个世界 会这样多了一份善的 进化的力量 所以那各位 我们普度众生 就是要救所有生命 所以放生是菩萨道最基本的 菩萨生是消极的 吃树是终极的 放生才是积极的 所以马来西亚是放生天堂 赶快做啊 免得后悔莫及啊 以前我们台湾也是放生天堂 现在海盗法师只能四处流浪 打带吧 我回到台湾 他们警备就拉铃了 这样 又来了 这样 但是 他们不理解 我能够了解 但是 他们不了解 我们这样是在救台湾 因为台湾 过去有 大概在十五年前 二十年前 一度非常紧张 非常紧张 政治上 所以老和尚那时候说 赶快救命 放生消除杀劫 知道吗 战争的劫难 所以那个时候啊 强救啊 用尽各种方法 我们都眼见到很多的劫难 都可以过去 那特别现在的人 癌症杀业多 那更要努力去做 所以我们现在就成立了 你也讲 国际万场放生 所以呢 我们也辅导了很多 连线作业 叫千场放生 在很多国家 很多地方 所以有一场 他们已经光一个中心 做了多少场 来 六千场 六千场 我们在世界各地 现在成立了很多场 叫什么 天天放生 所以各位 现在有网路很方便 希望你也加入 以后 吉隆坡也要成立 应该成立 天生 天天放生群 好不好啊 那各位呢 有人比较有空的 去救 那我们上班赚钱 就付持钱 对不对 付持钱 虽然 钱不用多 但是人合起来 就刚刚讲了 三百块 四十五块 可以放 一千五百零六只蟋蟀 所以有些 像我们在台湾 一块钱台币 一块钱台币 可以放 十只蚯蚓 那你说 你一块钱马币 就可以放 八十只蚯蚓 对不对 因为那些红蚯蚓 然后他们就 就繁殖的很快 就准备给人家 钓鱼啊 杀啊 因为台湾钓鱼的多 但是我们就准备 很风朗的土地 甚至是种有机食物了 那些红蚯蚓最喜欢啊 有保护它 然后有机食物 这个叫 慈悲更有机了 是因为旧蚯蚓 然后去回沃它的土地 种出来了 这下吃了 保证长寿无病了 所以 那各位 你做这个太容易了 太容易了 水族馆里面 有很多小虾 小鱼 小面包虫 对不对 小蟋蟀 他们为了做生意啊 只好买来 但是我们去跟他买 一般他都会卖的 只是他后面会藏一桶 不跟你讲 因为这桶卖给你呢 后面还一桶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尽力 那我想各位 最好你家里买一个小鱼缸 不是养什么 宠物鱼漂亮的 而是养那些 本来就要被杀的 因为对你来讲 每天都是慈悲 他只要活在那边 多吃一口素食饲料 多吸一口空气 都是你生命的助缘 就像我们老爸爸妈妈 老妈妈老了 我们奉养他 奉养他到安享天年 哪怕一年 哪怕两年 我们觉得生命很有意义 所以我们要以这样来救护生命 第二放生就是还债 不是替自己还债 替杀业众生还债 要这样想 那你在替所有众生还债 那当然就在替你自己还大债 所以人来这个世间都有欠债 一定有的 欠子女债 一直跟你要钱 一直跟你要钱 欠感情债 什么都有可能会发生的 冤亲债主 而且就像刚刚讲的 那只狗 那个被堕胎的小女生 不放他妈妈走 不放他走 他要来讨债 所以他就过程很痛苦 当这些冤亲债主超度了 他马上就安详往生 所以我师父说要念什么 如果被讨债 来 读诵地藏经 地藏经是消业障还债最快的 等一下我要带各位念浦门品 为什么要念浦门品 特别正在生病的 有苦难的 浦门品可以消七大苦难 消内心三毒 成就男女二愿 所以自古有一个皇帝 五湖十六国的时候 病得很厉害 找了各种的医生都没办法 后来寺庙 他去寺庙老和尚说 你专心持送浦门品 结果念了七遍浦门品 病好起来 所以浦门品在中国 流行最广 这位皇帝推广 旧苦旧难 特别正在 所以我们佛教有个习惯 为现世者 旧苦旧难 念观音菩萨 最后呢 念阿弥陀佛 往生净土 那我妈最厉害 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 阿弥陀佛 两个一起念 旧苦旧难 往生净土 阿弥陀佛 所以 那我说 我妈 你跟我一样聪明 所以两个一起念 第三 放生就是救急 所以希望大家 多去看那些 即将被杀的 有时候我最大的痛苦 有时候出国 他们带我去吃饭 都是那些 一般都是昏食的 昏食的鱼虾 大餐厅 虽然定义做树的 我们吃的也很难过 那些碗筷 老师说 圣言法师都说了 纯粹吃素的 连碗筷都不能装过肉的 因为你装过肉了 里面就有附着动物王魂 那个味道去不掉了 你那个筷子洗一万次 还是那个 撒叶 就像一只刀子 这个刀子你切过蒜头 你切一百个水果 还是蒜头味 对不对 奇怪 为什么蒜头这么厉害 可以入到铁里面去 那个刀子已经洗了 要死了 一切还是蒜头味 所以这个磨的力量很厉害的 蒜头就是磨的味道 你一吃蒜头 磨就来找你 护法正神就离开 所以有时候我们去餐厅吃 那真的是 菩萨要去吃饭 哇 很痛苦啊 出来进去就会头晕 搞不好回来就生病了 我已经好多次经验了 有一次他们带我去一个地方 师父这家好吃 一定要进去 一定要进去 我们真的是很无奈 然后就去 就在门口我就开始头痛了 然后进去以后 你知道正在吃吃吃 旁边有一桌的人 就故意就看我们 你们是 这不是巧合 一定有什么音乐 讲到这个又痛苦了 还是把它讲完 旁边有一桌 一个男生 大老板 一直回头看 你们这出家人是吃荤的 因为他吃荤的 你们怎么在那边吃呢 偏偏那一顿煮过来的 都是仿昏的 刚好他们仿成 是树的没错 仿成像排骨 我夹一块 他就都看我脸 哇 你也吃肉 我心里很痛苦啊 我也知道他在嘲笑我 但是那个明明是树的啊 所以有时候吃树的人 你去吃那个仿的鱼啊 仿的龙虾 人家都说你不好 事实上那种东西 我不吃的 因为你做成龙虾 做成鱼 你怎么吃吗 师父这个树的 树的 树的也不行啊 所以他来给我看 我就很痛苦 那我还是吃啊 连碗筷也都是荤的味道 对不对 那天回去就拉肚子啊 不能睡觉啊 那以后我就发现 以后不再去餐厅 但是人家隔厅 还是早把你拉去 不然你要去哪里吃 以后干脆自己带电锅 所以没办法 这个世间本来就五着二四嘛 所以各位你的筷子 像我的筷子 我永远自己带自己的筷子 这个筷子夹过肉 这个是个杀手呢 对你们可能还考 像我 我这个是敏感过度的人 讲好听是 好像修得很清净 但是一下我就完蛋了 一夹一个筷子我就拉肚子 一夹就不行 所以现在当然很多菩萨 很好心拿药给我吃啊 像我昨天供佛在天 他们好心啊 师父啊 这个药好啊 这个姜啊 这个一吃啊 结果一上台 完蛋了 痛到在那边滚了 好在终于等到时间 中间休息 冲进去了 哇哟 好心没好报啊 因为他那个皮 大概有加到什么 动物成分吧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 因为世间人都是好心 都是好心 那好心 那好心的问题是 我们没有专业 不了解 有时候吃了反效果 像我今天下午 老师说 本来我们打钉词杯 还要我去抽抽血 打打针 补补身体 让师父活久一点 让师父活久一点 但是我也有一个直觉 今天八观灾 可能我要认真一点 因为这个补我身体是对的 那是还是自立的 我应该我还有事要做 所以我就跟我们战三法师说 跟打钉说 今天先不要 改天 我 我本来还以为我们战言法师 可以吧 结果他昨天去虎幕区 太认真了 今天就头痛 头痛 头痛 这个是正常 这个是消众业 为什么 众生无量无边 吃不饱的 我有一次 他们台北办良皇法会 要我去组法 那因为那个是大楼 旁边住很多人 不能做烟共 一点都不能做 那我有做一个小盘的 我说你帮我拿去楼下 那个人就给我脱工减料 师父说 东他就做西 他就没做 他就没做 那我也不知道 我交代了 哇 当天晚上那个 痛得像喝几百瓶酒一样 然后一直吐 一直吐 头晕痛 吐 那我就说 我有请他去做 我就 虽然很痛 我就问了 师父他没帮你做 那我对于也是很好注意 我不会骂到 哦 原来你看 众生很苦啊 所以他就会让你头痛 吐啊 又什么 你也讲 不够吃 不够吃 你把我们都请来了 像我们早上请那么多 结果不够吃 那不行的 所以 那我们还是要观想 来念一下 所以各位观想很重要 再念一下 来 三万九千场 烟共药共 无量食物不失 共灾功德 翁阿虹 不失 孤魂重等 永离饥渴 所以各位 你有这个心态 他马上就得到了 只是我们念翁阿虹的时候 还要加菜 我送了几部地藏经 我们做了多少功德 我今天参加八观灾界 功德一直融入进去 像各位 如果你明天 有人生病 你去看他 你要说 我以参加八观灾界 这样还不够 我以八百人参加八观灾界 这样 或九百人参加八观灾界的功德力 回向给对吧 所以在背词来 万人共造善恶因 每人皆得善恶果 说这个佛塔是一万美金盖起来的 你只出一块钱 万人共作了 但是每人都得到 整部一万美金佛塔的功德 这样 所以有时候 我们合起来的功德力 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这个功德力 所以这个叫什么 来 金刚兄弟 因为没有你就少了功德 所以有你的修行 那我又多了一个功德 所以我们是互相依赖的 也要互相随喜的 所以 那我也互相感恩的 那这样合起来的力量 非常大 所以我要时时刻刻 随喜这个世间的大功德 大事业 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 帮助更多众生 好 所以来 七十七页中间 地藏菩萨 喜欢我们放生 写了这十三种功德 我们念一下 来 地藏 十文经 放生诸功德 一 长寿 二 慈悲心 自然生习 三 善神 为由 四 所有动物体任 为亲而欢喜 五 无量功德 六 众人 恭敬 七 无病 无危害 八 快乐 永幸福 九 生生世世 尽信 佛陀所行 十 不离三宝 十一 终获无上菩提之国 十二 师父 善知是 长久住世 为师 让灾 祈福 十三 往生 净土 念一下 南无大愿 地藏王菩萨 南无大愿 地藏王菩萨 所以 地藏菩萨把众生 都当作自己的母亲 所以 更要我们 能够去救护生命 因为你去救护生命 就是救护自己 我们佛教徒 一归三宝 发的第一个愿 念一下 保护所有生命 就是我们 发的愿 尽行受 保护 那进一步 我们又能够去救 他的生命 所以第一个 可以长寿 所以你要怎么回向 来 今日放生功德 回向 所有友情 各种人类 长寿无病 那这才叫菩提心 而不是说 我去放生 我长寿 我妈妈长寿 这还是有缘的 有限的 希望大家要修空性 悲心 那你回向 所有众生 都长寿无病 那你再回向 你妈妈 她得到的是 百千万亿倍的 长寿无病的功德 这样是比较圆满的 第二 持悲心自然生起 而且特别我们今天 大家守八万灾界 增上的功德 佛陀神变愿 一亿倍的功德 大家发菩提心 守八万灾界 增上的功德 等于你今天 布施一块 等于布施一亿美金的 功德 一样 所以以这样子的功德 来 祈愿所有众生 无有称慧心 无有杀乳心 不吃肉 各个慈悲心 自然生起 所以我想 我们要这样去做 然后回向 动物要不要被杀 没慈悲心 慢慢就有了慈悲心 善神唯有 天有好生之德 所以天上的神明 看到我们去 焉共慈悲 去放生 他们高兴 做我们的护法 所以善神唯有 如果你旁边有善神 你做什么都顺 如果你旁边是恶友 恶魔 你做什么都不顺 那决定在哪里 你的心念 所以你的心念正 旁边的人事物 都是好人 你的心念不正 还是做的坏 旁边都是魔鬼 都是来害你的 你会特别爱他 爱得要死 你会很喜欢他 然后他就来害你 所以心念很重要 第四 所有动物体认为亲而欢喜 那网路上 我很喜欢看那个片子 这只狗 它失散了 结果半年以后 几年以后 它主人 对不对 又找到它了 然后那只狗 就抱着它主人 一直哭啊 一直哭啊 我填它的脸啊 我还看过一个片子 那个狗 快乐到昏倒 然后昏倒 因为狗的对主人的执着的感情 超过人对狗的几百倍 对不对 所以 那我想各位你去放生 那以后 这些被杀掉的动物 很容易超度 因为它很喜欢你 甚至祖师大德都会说 你这辈子所参加放生 随喜放生了 这些动物死了 做神也好 去极乐世界也好 当你哪一天往生了 他们列队拿着哈达来看你 来欢迎你去极乐世界 因为是他们表达感恩最好的机会 因为你救他的命 所以所有动物体认为亲 当作你是亲人 很欢喜 第五 无量功德 第六 众人恭敬很重要 做菩萨道 你不让人家尊敬你 那你讲的法 表现得再好 人家都不注意你 就没有射受力 所以你对越可怜的人 你对越可怜的众生 有悲心 行为反作力 众生尊敬你 所以各位一定要 经常点甘露水啊 烟共啊 撒几颗米啊 最可怜的孤魂野鬼 没人理的 然后呢 你将来有无量威德 得泛天威德 众人尊敬 人人爱乐 三宝互念 诸天永护 那这样你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你才能够利益更多的众生 所以各位我想 一个人要成功 哪怕是世间的事业 那你一定要具足这些因缘 那放生很好的祝愿 为什么 有无量的功德 跟事实一样 只要你对三恶道 再念一次 来 法会功德 回向地狱道 恶鬼道 所有动物道 同享功德 早得脱离山土苦 所以各位永远一直回向 一直回向 就像你的儿子病得很痛 你一只手拉着他 另外一只手一直在送地长经 对不对 因为你希望 这个功德力 现在就给他 就给他 那各位要有这种 不舍弃众生苦的悲心 来念经 来放生 来做焉供 来守八万灾戒 所以前面是三宝 我们身上 背着是六道轮回的苦 所以我们必须精进 我们一懈怠 一放逸 以世俗想 众生的苦就增加了 我们一精进 减低他们的痛苦 最后他们就超度了 所以为了往生父母 欺世父母 历在祖先 冤亲在祖 那各位要保持像八万灾戒一样的精进 精进 当然释迦摩尼佛的意思是希望 哪一天各位就不用上班了 出家了 因为世间的上班是无奈 讲来讲去还不是为了钱 有一个男生就找我 师父我不上班 没有钱 那我太太怎么办 生了两个小孩怎么办 他问我怎么办 我说很简单 一起出家 男生到北部 女生到南部 出家不能在同一个寺庙 父亲分开 佛教需要小和尚 来吧 从小培养 培养到一个阶段 我们送到南印度 送到其他各大佛学院 让他成为国际人才 多好 我有很多小徒弟 以前 后来他们送去印度 送去尼佛 都是不得了了 中文 英文 梵文 藏文 但是很可惜 都还俗 那一关很难过了 特别他有能力 因为有能力以后 就自以为是 然后就还俗了 但是还俗 还在佛教工作 就是这样 但是因为他们 从小学的 那个最快 最快 倒背如流 变经啊 中英文啊 梵文啊 修仪轨啊 都很厉害的 所以各位 考虑考虑 把你儿子带来 当然你自己带不方便 所以我们在尼泊 要办佛学院 现在南印度已经有了 在舍拉前里面 中小学里面 现在八九百位啊 他们要读英文 读印度文 读藏文 要读中文 还真苦啦 但是从小对他们来讲 很容易 那以后希望办成 国际佛学院 那这些要培养的是 国际人才 当然你培养一千个 终于有一百个 那已经很好了 对不对 其他就算还俗 做一个普通僧人 他也会相信因果 这个就是佛教教育 要普及嘛 就像缅甸 他们因为穷 才去出家 那虽然他们 到二十几岁 百分之九十还俗啦 特别那边的华人 但是他们都 一辈子学佛的 他能够得到 佛教教育这么久 那也是个福报 非常大的福报 所以第七 无病无危害 希望大家不生病 希望没有危险灾害 第八 希望所有众生 快乐永幸福 所以修菩萨道 永远前提 前行是什么 念一下 当愿众生 不管想做什么 好处都是当愿众生 愿所有的苦难 我来承受 愿所有的快乐 当愿众生 这修制他交换 一方面可以消除 自我的爱惜 执着 因为不好的给自己 就是消除自己的我值 根本没有不好 但是因为你有一个 我在承受这个不好 你会怕 如果没有这个 我好不好 对你来讲无所谓 就像你把一个热水 冲到地上 你不会觉得地上会痛 因为地没有感觉 但是把热水洒在你 你会痛 因为我有感觉 所以佛陀希望我们把 不好的往身上 把好的给别人 不好的往身上 可以打破你对自我的执着 你要这样观想 好的给别人 那你可以修大悲心 那这两个都圆满 就成佛了 叫オマニベメホ オ就是把不好的变成好的 把不清静的变成清静 叫オマニベメ 那マニ就是慈悲 ベメ就是智慧 莲花的智慧 オ那就是圆满了 成佛了 自立地它圆满了 叫オ 那所以你要从不好的 变成一个圆满的 那就叫慈悲以智慧 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 悲至双运 オマニベメホ ナモオミドフ 所以第九 身身世世 尽信佛陀所行 所以各位 我一直鼓励 带着大家放生 为什么 那你身身世世 就会成为三宝弟子 地藏菩萨的 身身世世 尽信佛陀所行 就不会失去这个善根 所以我想我们华人很多 但是信佛呢 越来越不多 甚至信到其他宗教 我们也不是说不好 随喜 但是他就对佛法没善根 所以我们要多多的 地藏菩萨叫我们 去救护生命放生 然后呢 更多人 生生世世 都能够成为三宝弟子 所以第十叫 不离三宝 第十一最重要 放生是种慈悲 最容易生起悲心的 想到众生苦生起悲心 用行动去救他 叫菩提心 真心的要去救他 所以成就菩提之良 所以终获无上菩提之果 所以各位念一下 放生就可成佛 这是一定要 所以莲花生大师说 比劝人戒杀放生更大的功德 他没听说过 莲花生大师精干口啊 比劝人戒杀放生更大的功德 他没见过 所以我想主师大的都一样的 第十二更重要 师父善知识 长久住世 这个世间有善知识 有佛菩萨 那就是我们众生的福报 就像黑暗里面的光明灯啊 所以各位要经常的去救护 生命放生 回向给世界上所有善知识 愿他们消灾啊 有福报啊 如果善知识 长久住世 我们大家都有福报 可以听闻证法 特别现在很方便 就像我们今天 每一天的讲课都是直播的 全世界都在看 所以现在大宝法王 各大法会 各大三知识都有直播 那个脸书方不方便 那Facebook很方便 很多人利用这个做生意啊 那我们也要利用这个 弘扬佛法 所以当大家直播 直接参加报官再见 听闻佛法 第十三一起念 来 往生净土 所以佛印禅师 这一句大家都会背 来 吃素 念佛 兼放生 必到 西方 上品会 你要上品往生极乐世界 吃素 念佛 兼放生 台湾老原因 老法师又加一个 忏悔 忏悔 吃素 念佛 放生 这是佛陀 四法门 推广在台湾 很多人就按照去做了 所以其中道正法师 他是一位医生 后来又得癌症 后来又出家 他圆满的实践了 这四个法门 后来他往生 产生锐项 很多人都说 上品上神 所以道正法师 比丘尼 他往生的时候 我三天没睡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精神好得不得了 大概他走了到极乐世界 跟我 哈喽 哈喽 我得到加持 因为他放生的牛 都在我们护身园里面 所以我那三天没睡觉 我知道有大加持 因为我也曾经这样 大宝法王加持我 我三天都没睡觉 每天精神好得不得了 因为我那时候 大宝法王加持 后来我这三天没睡觉 我那时候不知道 他往生了 后来一问 哦 原来大菩萨道正法师往生了 我也得到加持 所以精神很好 好 放过来七十八页 来 三地下 一个人放生 可以免除一个人身家的疾病灾难 众多人放生 可以挽救世界的浩劫 改变世界的命运 对 元启法 你的悲心越强 影响力也大 哦 你一个人放生 有一个人的力量 但是至少全家得到影响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这么多人一起放生 这个世界就改变了 世界的浩劫就不见了 改变世界的命运 相不相信 这就是意义 这就是生命的意义 可能今天各位回去以后生病啊 或是怎么样啊 很有意义 整个大乘佛教就这么简单 难忍能忍 难行能行苦 给自己 只要我苦 我腿断了 但是我还能够喂我的奶给那个小孩子 这就是妈妈的心 对不对 一只狗快死了 他要爬回到窝里面 然后呢 剩下的一些奶 给他的小狗吃 这个就是生命的意义 死亡是必然的 而且过程是苦的 但是我们对其他生命有意义 对世界有意义 因为我们了解 这个世界是个缘起 要对所有有情无情发起 无上菩提心 所以一个人受八观宰戒 就可以净化世界 念一下 心清净 世界清净 心清净 众生清净 我们这么多人心清净 那不得了了 这个世界多少的净化 所以各位呢 以后你家里有人生病 就算他不学佛 你就拿个沙发 你就坐在那边就好了 睡觉没关系 因为大家的共修的功德 这种加持力给他了 对不对 他得到一个很大的加持 第四 念一下 金山活佛 最好的宵夜方法 莫过于放生 世界上最大的恶业 莫过于杀生害命 反过来说 世界上最大的善业 是莫过于戒杀放生 所以放生是最大的功德 你能医我的话 赶快量力 满生物放生 就能征服严寿 这位金山佛佛 大神通 连慈禧太后 当时候的时代的一些大领袖 对他佩服到极点 不可能医的病 吃他一口口水就OK了 甚至他用某一些药 所以中国人除了寄功佛佛 第二个晋朝被称为佛佛 就是金山佛佛 他在缅甸往生了 慈航法师 特别把他的设计者 又带回大陆 所以缅甸的华人 中国的华人 都佩服金山佛佛 所以金山佛佛 有他的四季故事 各位看一下 大神通 佩服 有佛在世一样 所以他有这种大神通智慧 他劝我们 你看他讲的话 多有力量 最好消业的方法 莫过于放生 最快 救命的功德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对不对 最快 世界上 最大的恶业 莫过于杀身害命 这也是佛陀说的 最大的恶业 就是杀身 所以 最大的痛苦 就是邪见 这个邪见也很恐怖 杀身也很恐怖 所以反过来说 世界上最大的善业 莫过于 借杀放生 各位 做到没有 做到了 以后人家叫你 写个字给他 就这四个字 借杀放生 一心念佛 很简单的方法 所以 放生是最大的功德 我们能够按照 金山佛佛的话 赶快量力 买生物放生 所以各位 多到市场去 帮忙帮忙 好不好 就一只算一只 但是你到市场去 这种有慈悲心人 到市场去 那不得了了 经典说 一个持戒的人 哪怕持一条戒律 你走过的泥土 天上的神钩 可以拿回去供养 功德太大 所以各位 你今天晚上回去 多走一点路 你走到哪里 把哪里都给净化了 就是如此 何况一个有悲心的人 所以各位 你看 藏传佛教 对上师的恭敬 上师 撒泡尿 都是干路 抢着喝 每天喝一滴 泡在水里面 哇 干路 大宝法王的血 干路还得了 西方医生 吓都吓坏了 因为大宝法王十六四 各种的癌症 在全身都割都割完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最后他跟医生说 你帮我抽一些血 那医生说 这个全身都是癌症 你的血要干嘛 那医生还是要帮他说 一抽 去检查 那个血清到不得了 所以医生就皈依了 拿这个血 去做干路完 哇 现在在大陆上 听说一颗啊 哇 叫到三十六万港币啊 人民币啊 这种东西买卖就没意义了 但是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 真宝贵啊 我身上永远放一颗啊 你不小心碰到我还得了 大宝法王血干路 我一吃 我试过 有一位美国的女众法师 他病到死不掉 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找我 看有没有办法 我就帮他要了一颗 一吞 隔天就走了 安详往生 因为他求往生嘛 他不是要活 他要消病苦 他要求往生 因为这里面有 有祖师 大宝法王的加持 所以干路完很重要啊 各位身上一定要带着干路完 刘花生大师说 你身上带一颗干路完 等于对所有诸佛菩萨的供养 为什么 信心嘛 所以我们都要人家身上带着干路完 自己碰到问题也赶快可以吃 别人碰到问题也给他吃 有各种各类的干路完 所以下回你们供养上师还问 上师有没有干路完 他们一定有的 给两颗吗 OK 他们因为藏人送人家最好最珍贵的礼物 就是干路完 没有别的 所以我去不担 我每次去都是去拿干路完的 我们叫一只马干路完 什么意思 他们骑马才可以上这么高的山 我们是坐车呢 也以为车才可以上去 然后他们上面以后 为了要得一颗干路完 那个Shermamba 那个寺庙的干路完 是母完 他们就要把一匹马留在那边 才可以拿一颗干路完 一匹马 所以叫一匹马干路完 我开了好几部车子去要 去做大供养 管用 像我的师父 他一直咳嗽 医生也说 可能还要再偷个几十天 往生 当然女众的法师 就希望他活久一点 我师父咳嗽就不舒服 对不对 而且他们跟我说 师父现在水也不喝 什么都不要 我就带着那个 Shermamba干路完去 然后我就跟我 我师父 我们师兄弟都是念本师释迦牟尼佛的 那我师父以前跟我在一起 他说人家病你要帮他念地藏菩萨 我师兄弟不敢念 他说念了要师父赶快走啊 他们不舍得念啊 女众正常的 对不对 所以我就念地藏菩萨 一念地藏王菩萨 我师父坐起来 说要坐起来 大家很奇怪 老后三要坐起来 而且一坐起来也开始笑 哇 大家就高兴了 然后我就把干路完拿出来 刮一点泡在水 我那些还说 不会啦师父不喝 我说会啦 试试看 给我师父很高兴喝完就躺下去了 过两天就到极乐世界了 不是我希望我师父找死 是希望找超度 哇 那干路完好用 不可思议 我还有一次去加义的也是这样 全身已经肿了 脖子也大了 脸已经跟他长得都不一样了 我拿了干路完 挖一点 放在他嘴巴 各位好的干路完 真正的干路完 一个人快往生 你放一点他嘴巴 他保证超度 这个叫什么 吃鸡解脱 结果给他吃一点点 我没有帮他祝念 隔天早上八点往生 恢复他年轻的脸 漂亮好看 这样对家属很好 家属觉得 哇 很好 很感应 本来不好看的脸 无病而转生 所以各位 干路完重不重要 等一下供养 记得要 好用 好 第五 列一下 寒山问时德 放生可成佛佛 答曰诸佛无心 唯一爱物为心 仍能救物之苦 既能成就诸佛心愿仪 故一念慈悲 就一物命 是一念观世音也 日日放生 则慈悲日日增长 久久不息 则念念流入 观世音 大慈悲还仪 我心即是佛心 焉得不成佛乎 故止放生因缘 非小善之所能比 凡我同愿 以广行劝勉 善令群生 同归悲化 风干禅师 寒山大师 石德大师 他们三个一起四线 他们三个就是西方三圣 不是西方 就是文殊 寒山是文殊菩萨 石德是普贤菩萨 风干禅师是奥弥陀佛 装风卖撒 度众生 所以佛菩萨为了要度众生 不像现在 现在有影片 有网络 所以就很容易 古时候你不装风卖撒 谁认识你 你要用各种方法去接触众生 所以 寒山问石德的 文殊菩萨问普贤 放生可以成佛佛 各位放生能不能成佛 保证的 所以石德达 诸佛无心 唯也爱无为心 成了佛就空性 没有起心动念 所以各位 这个很重要 诸佛正法无来去 唯一勤行立众生 佛子行三十七颂 所以诸佛正法 讲的就是空性 空性就是真如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争不减 无来无去 所以诸佛无心 不再起心动念了 生灭灭 以极灭为乐了 那无心干嘛 唯以爱物为心 就是爱所有众生 慈悲心 那就是诸佛菩萨的心 所以简单来讲 佛教最简单的修行 没有自己 我们生下来 是来救护所有众生的 好不好 好人坏人 你对我好 对我不好 我都要帮助你 我都要救护你 就算你把我给杀了 我都要想尽办法 回向你过去的杀业 希望你不要堕落地狱 因为佛的心就是这样 那我们也要学佛的心 千万不要把佛法拿来 只单做一个信仰 要把这个法融入在你的生命里面 佛这样讲 所以各位这句话一定要背 再捏一次 诸佛无心 唯以爱物为心 什么是诸佛 就是你自己 以后你叫原妙 原妙无心 唯以爱物为心 好不好 这个叫念佛 念佛就是佛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我的名字就是佛 因为众生就有佛性 你要用佛性来做事情 佛性就是我们一直读这么多经教的 空性 大悲心 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佛性 所以一心念佛 或是你修什么仪轨都没关系 就是要用佛性 来做事情 不要用凡夫的心来做事情 念一下 转凡心为佛心 你一念佛 一诵经 一修一诡 你就要用佛性 佛性就是这个 诸佛无心 唯以爱物为心 当你讨厌对方 排斥对方 批评对方 那你又失去佛性 直接间接 伤害到任何动物 生命 那你又失去佛性 所以既然我们已经学佛了 都了解 每一个佛 都是空性大悲心的显现 没有其他的 离此无他法 各种的教法 就是最后回归于空性大悲心 所以做人能够救动物的痛苦 就是在成就诸佛的心愿 就是在供养佛 所以我刚会说 慈悲放生 超过我们受八万在戒的功德 今天我们放一只鱼 都超过我们一千个人 在这边受八万在戒的功德 当然我们又把八万在戒的功德 回向所有动物道 所有地狱道 那慈悲就是功德 就对了 因为我们修行 最后的目标就是 慈悲众生 那你现在 能够慈悲众生 你做得到 你不要说你成佛才要做 你现在就去做 你将来才有可能成佛 去放生 去施食 去帮助可怜人 去帮助地狱道 去推广佛法 印佛经送给人家 越漫画越好 越浅显越好 越彩色越好 现代的人喜欢这种刺激 简单 你不能给它复杂 因为你的动机是慈悲 所以诸佛无心 为以爱物为心 成为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就是如此 所以生命就是慈悲智慧 所以人能够救动物 那就在供养诸佛菩萨 圆满诸佛的心愿 所以为什么放生力量那么大 故一念慈悲 救一悟命 其实一念观是因 所以你能够达到 当下就是观音 慈悲就是观音 观音就是见佛了 所以我们 各位平常你要看影片 观想 我正在救命 我正在放生 我正在救病人 我正在超度地狱苦 反正就是念念慈悲 观修很重要 观修可以帮助 无量无边众生 所以日日放生 则慈悲日日增长 念一下 随喜天天放生 你每天在家里 摆一个罐子 上面写个慈悲福田 你每天放一毛钱都没关系 好不好 你放一毛钱 一个礼拜以后 这七毛钱 一块钱 拿去买一只鱼 买一只蟋蟀 买一些食物 饲料 去帮助众生都可以了 但是不间断的慈悲 不间断 你每天能够做两次 做三次 只要你去回来 就有一些零钱 就给它放到慈悲福田 这个慈悲福田 做什么都可以 只要慈悲 帮助非洲 帮助动物 帮助生病的都可以 一个是上贡福田 上贡福田是 引佛经 供养出家人 造佛像 对不对 下施福田 是帮助六道 两个都要 叫福慧双修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让我们成为习惯 以后各位点香 点两根 一根上贡 一根下施 就像我们前面上贡 旁边呢 六道下施 永远不离开 上贡下施 所以天天放生 至少 各位如果你有网络 就加入我们的 或是随起别人的放生 或是把放生的语记 像这一段不错 你就打一打 给它传出去 对不对 加上不一样的影片 如果你会英文也很好 又给它翻成英文 哇 你功德太大了 传到全世界 让别人 看到这个画面 你放一个 旧动物的画面 旧鱼的画面 旧流浪狗的画面 然后再把这个放下去 这样 那你可以利用这样 一直增长悲心 当然更要有实际的行为 所以日日放生 慈悲日日增长 久久不息 则念念流入 观世音大慈悲海 你就融入于佛海里面了 不停止的慈悲 当时候 我心即是佛心 焉得不成佛呢 所以天天慈悲 分分秒秒慈悲 一定成佛 对不对 各位要养成习惯 不要恨一个人超过三秒钟 不要看不惯一件事情超过两秒钟 这个叫空性 一下一转头就忘了 这样就好了 不要耿耿于怀某一件事情 痛苦在心里面 不能这样讲 所以我认识一位女菩萨 已经将近 因为那时候跟我讲 已经六十多岁了 每次碰到师父 我老公 对我不太好 我实在 不知道跟他回答 我说你的脸 真的是很悲剧 你为什么不讲说 师父 佛陀对我很好 这样就OK了 你要念佛 念三宝 不要念你耿耿于怀的 还有一位女生来找我 师父 我现在嫁的老公 不是我当初爱的男人 我说那你现在要怎么办呢 我说你这个要放下 那你现在这样讲 对你老公很不公平呢 他知道他不气死呢 我说你不要想这个 你应该想感谢这个老公 陪我这一辈子 对不对 而且你这个老公又这么会赚钱 他那个老公很会赚钱 哪里去找 你那个爱的老公 搞不好是来讨债的 你还要倒贴他 他说对啊 对啊 你还讲对 你要倒贴他 他说我大学多 我给他钱 我给他钱 他才能搞什么 你倒贴他的 人家这个还接受你 所以人要感恩 一个人要感恩 要时时想着别人对我们的好 不要一直想我对他好 然后你没有对我好 那你的心态 这样来修行 入不了佛法 入不了的 所以各位呢 要把心变为 我心即是佛心 那种大悲心 菩提心 怎么可能不成佛 故知放生因缘 非小善之所能比 不要看不起放生 千万不要看不起 因为他是真实在救命 我们也是一条命 一只动物也也是一条命 你儿子被打针的时候 你都痛了 何况他被砍被杀 所以各位要 要积极去抢救 能够救多少算多少 所以天天做 所以你没办法天天去 你把钱天天放在 你的纯统 一个礼拜了 然后你就去自己去买 更好 或是三五朋友 合起来 你们要组一个放生群 五个十个一群 我们一个礼拜 集合起来的 我们去救 对不对 小型的 多元化的 救各种不一样的物名 放不一样的地方 这样更好 因为大型的 大型的人家 就会聚集太多 而且放生的物名危险 甚至人家批评 叫商业化 放生 他讲这句话 也没道理 那不买 难道他们送给我们 当然要买 买他就批评 也叫商业化放生 然后把这个字 来影响社会 只要你去买 都叫商业化 只要大型的 都叫商业化 这个是不公平的道理 集合这么多人去救 那这是大悲心 不是商业化 所以他是世间人 他总是如此 但是所以各位要 难忍人忍 越难的功德越大 他越批评你福报越大 因为修忍辱 更要对批评人 生起悲心 因为他们有这种 烦恼障 所支障 所以 凡我同愿 以管行劝勉 所以各位要努力的 劝人家 善令群神 同归变化 变化 希望所有的人 所有众生 大家都可以修慈悲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努准役医师 COVID-19病毒的团典力进行 主意方释 是以方感染 表面当前最有效的方法 护持你 车在身体状况稳定的时候来注意方释 煮好后 车留在现场休息 观察15分钟 如果是你买因为注意方释 或是治疗性的住宿 发生过急性的过敏欢迎 就要留在现场观察至少30分钟 住宿后如果一直发生超过48点钟 或是明显的过敏欢迎 或是说在在住宿后28天以来 出现严重的一直头痛 穿起困难 脚腿惊痛 皮肤出现悔点 车你要随时看医生 也跟医生说有煮过COVID-19的颐红霞 煮过颐红霞了哦 也要继续健康的洗手 掛水安 那边睡觉 开始做好风力的措施 让我们大家一起打拼 祝福另外的健康 报父母恩咒 南无米尼多多破一说哈 南无米尼多多破一说哈 学佛的人就是懂得孝顺 所以每天念四十九遍 所以每天念四十九遍 报父母恩咒 南无米尼多多破一说哈 可以回向给现世的父母 真福真寿 过去七世的父母 往生净土 更可报答父母恩 南无米尼多多破一说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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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